和动力航母与常规动力航母相比 感丰富面并有保养 开简 Oke? 操作孔箱 操作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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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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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此外 我军先后研制了可在四至六个弹头的东风5B和可在十个分岛式弹头的东风5C成为东风四摇之前我国和三位一体的核心力量且东风5与民兵三服役时间相距11年一个是70年代开始一个是80年代的开头此次美国试射民兵三表面上说的予有容焉只是在掩饰民兵三即将老化的事实 当前正正正位在美国 Haj 当前正值美俄各项战略性条线谈判的重要时期美国以实际行动向世人展示其制法持心不死 如果美国坚持我们或许可以找个恰当时机也来一发东风5助助兴 国家利益10月29日消息称 据宪报6架蓝白相间的F35 可能飞往希腊雅典 从外表看 与原定非土耳其的设计完全一致 据称这是为了加重对土耳其的心理伤害 所据宪报市 希腊城市时报 消息称 麦克·蓬佩奥访问希腊期间 已敲定了20架F35的供应 将在2022年交付 其中6架不日即将抵达希腊军火库 而这份宪报的标题 令人瞩目的开场是 绿光 蓬佩奥口中的F35 非往希腊而不是土耳其 真人间惨案 但土耳其不一定这么想 毕竟土耳其可能更喜欢S400 这也是最让其他北约成员国 最头疼的地方 其实他们也可能喜欢S400 但是不敢说 而国家利益文章指出 在长达65年的时间里 土耳其一直长期作为 值得信赖的北约合作伙伴而存在 这说明土耳其半官技术真的不错 这一次应该是S400先动的手 令人意外的是 今次得F35澄清的希腊 其实几年前也做过类似的事情 但不是S400而是S300 至今被认为是世界上 最强大的导弹防御系统之一 S300确实不仅仅存在于中东伊朗 用以给美军在当地制造一些不小的麻烦 美国如此强烈反对土耳其买S400 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 这方面不良体验的影响 而事实上 北约也有国家在使用俄罗斯的S300 希腊的S300 是在1990年代中期由塞浦路斯购买的 后来因土耳其的反对声音 被转移到希腊的克里特岛 希腊最初对S300也不深上心 以至于S300在购置后13年才完成首次试舍 目前 拥有S300的北约国家不止希腊 共三个 另两个是保加利亚和斯洛伐克 而美国为什么对此不知一词 国家利益相关报道分析称 S300等旧式俄罗斯装备 虽然也会对北约的F35构成威胁 这其实已经很成问题了 但是美国表示这都不是事 事实上真正的原因应该是 这些旧式俄罗斯装备比S400旧 相对市场上其他武器先进 但是俄罗斯不再对他们提供服务与技术支持 俄罗斯人不出现单凭武器 不作为据 话虽如此 希腊22日试舍S300的时候 计划升级这一系统 使之更下S400 不知美国对此做何干商 但这些和土耳其购买S400并激活响品 完全都是想问题 所以美国宁愿把那6架F35直接甩给希腊 以此刺激土耳其反范的清明 也不愿意冒险让F35出现在一个拥有S400的国家 给希腊F35也没有别的原因 虽说1952年以来 土耳其和希腊表面上都是北约成员国 是你好我也好的盟友 但是希腊自1830年主力以来 就开始和土耳其公开互怼 在能源方面存在问题 所以F35为什么会略了土耳其 顾言而喻 军环球时报10月29日援引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称 最近中国对台军售问题向美国军火三巨头发出了新一轮的制裁警告 而中国一旦强硬起来 将会对包括洛克希德马丁波音和雷神在内的三巨头造成巨大的损失 众所周知 美国军火的天下基本上就是这波音 雷神和洛克希德马丁这三家公司给瓜分的 有那么点三分天下的意思 而在美国军工制造业产业中最重要的稀土资源大部分都要依赖中国出口 所以一旦中国实施制裁 那么美国军工产业基本上就要瘫痪一半了 作为素有工业黄金之称的一种矿元素 很多工业都十分依赖稀土 比如在农业上 稀土可以提高植物的叶绿素 促进植物的营养吸收等 在玻璃陶瓷方面 辅助制作超导陶瓷 导电陶瓷一类的 在石油化工上 抗重金属中毒能力强 在眼睛工业上提高钢材硬度 很多现在的新型材料中都少不了稀土 最后最重要的就是在军工领域了 飞机导弹坦克之类的需要用到钢材的军用设备 基本上都需要用到稀土 而且稀土在核工业超导激光上都占据着重要地位 所以稀土是十分重要的资源之一 中国是世界上稀土资源较大的国家之一 占据全世界总储存量的23% 不仅多还分不合理容易开采 相比之下美国同样作为世界稀土资源多且全的国家 最早开采稀土资源时 因为碰见中国大笔进入稀土市场 随后最大的稀土产业关闭 直到中国后来限制稀土出口 美国才开始重新开业 但依然大量依赖外来进口 其中中国占据美国稀土进口的80% 所以一旦遭遇中国的制裁 美国就必然捉襟见肘 这也是因为常年靠进口 自己的开采能力不足 但是说实话还是非常希望中国能够把这样制裁一直实施下去的 毕竟稀土作为不可再生资源 中国大量出口本就是曾经的互不得已 现在趁机收回 虽然说禁止出口可以一时制裁美国 但是当失去的永远都是自己的 在不知道多少年后又是不是会后悔也不一定 值得一提的是 美国为什么自己拥有大量的稀土矿 却依然选择进口 打的什么小算盘 难道不是想要理解吗 就等着消耗掉别人的稀土资源 到时候坐地涨价之类的想想也知道了 当然中国的稀土虽然占据全球的13% 就目前已经探明的就有6588万吨 看着挺多的 但总量是有限的 用一点少一点 出口给别人用 不如自己留着用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